哈囉 大家好 我是凱希 開箱系列 機智校園生活記者會後台 之前節目已經去過藝人的家 還有藝人的髮型工作室跟飾衣間 到底要把我們逼死到什麼地步 今天來到記者會後台 也就是藝人所有最真實 最脆弱的一面 都會在這邊看見 像是完全沒有打扮素顏的樣子 或是私服很邋遢 還有表現不好 被導演罵的樣子 全部都會在記者會後台看到 節目組您是有說觀眾錢啊 聽說現在有七個小圈莊正在換衣服 蛤 妳怎麼沒有先跟我講 那我們還在這邊幹嘛 我們趕快去啊 我要去看他們換衣服趕快走 趕快趕快 門上門開 走走走 喔 來到傳說的記者會後台 我們來看一下造型師 機械校園生活裡的七位高中山演員 來到記者會現場 當然不能穿著無聊又普通的高中制服 怎麼改造能更有型呢 平均身高181 高矮胖瘦全到齊了 讓美玲直呼 這真是最艱難的一次造型挑戰 我想請問一下 這次想要幫他們改造的重點是什麼 因為就不能破壞制服嘛 所以我就是想說就是希望他們下課自己可以拿一些比較簡單一點的單品來做搭 然後其中大概兩三位我設定是感覺是比較多細節的 感覺他們的那個個性的設定也是好像是對於時尚會稍有在關注的學生 因為七位其實都算不太同類型的男生 所以有沒有什麼困難呢 有因為就是 世界小孩是活生好久沒長過 對啊 我剛剛看有一個190幾公分的 對 就是那個其實是我有點擔心的 但好險就是我們在定妝的過程還蠻順的 哦 就體態都很好 體態非常美好是這一位嗎 在改造他有沒有遇到什麼比較 就是因為我做過他 哦 然後我做他一個都很順 很順 就是記得還好 是不敢講嗎 很順啊 是因為我身高不高嗎 哈哈哈 這是你的私服嗎 這是我順 你平常就有在愛打扮這件事情 一定要的啊 他衣服都很可愛 對啊 那今天幫他打造的風格是什麼樣 可以大概先給我們咪個機驗嗎 今天因為就是我剛剛說制服不能改 然後當然就是 就是小胖還有一些細節 然後他很適合亮色系 他很厲害 很厲害 因為我們今天在拍宣傳照的時候 你知道他有多 你知道很暢秋的臉 所以他就是用這個造型 然後壓滑其他六位就對了 對 因為他就是很能駕馭這種怪東西 哇 很期待他家的關係 很期待大家所有的造型 那我們就等他們換衣服等等見囉 我真的很謝謝為女人 給我這種福利 我現在要去穿梭在這些青春的bate之間 然後順便問一下 對他們對今天的造型的感覺 然後我請問一下 來請問一下 這個造型 你這樣看的感覺你自己覺得 一到十分 你也可以打給幾分 十分 哎唷 剛剛也看到自己的衣服了 你覺得滿意嗎 很滿意啊 我最滿意還是那個紅色的那個墨鏡 沒有看到這麼好騙 所以你平常如果自己私服打扮 或是學院風的 你會加一個墨鏡嗎 你自己的打扮風格 不會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的眼鏡就滿有型的 自己平常會穿這樣子大衣的打扮嗎 其實很少 但是真的滿適合你的 所以你在衣服上面也會有什麼小巧思嗎 我們學校 管得很嚴 沒辦法加太多東西 是有很多校規 對 你能穿白球鞋 我們就是用我們校規一些磚牛腳尖 像是什麼 我們會有細T 然後有帽子 帽子 對 我們就先穿在家裡面 然後之後再 套一件運動 哦 就會有點小帥氣的感覺 所以今天跟你的風格不太一樣 比較不一樣 OK 平常我的打扮會比較寬鬆 學生的話都是大學題貌題 怎麼大家的打扮都是大學題貌題 因為打球方便啊 拖下來就可以上場 哦 所以今天這個算是第一次嘗試 第一次嘗試 還不錯 滿適合你的 之後可以多多試試看 等一下 等一下 趕快趕快 踩過去 我們捕捉到這個鏡頭 來來來 先先轉 先轉身來 我們來看一下腹肌的部分 哈哈哈 可以嗎 可以嗎 回警察 哈哈哈 好 我先讓你穿完 平常會做這樣的搭配嗎 就是平常我個人自己是比較穿舒服然後寬鬆 哦 就是我對於層次層次感的東西會比較 你覺得你單穿就夠帥了 差不多是 哎 OK啊 我們就結束這話題了 那我們就期待等著大家的表現 好難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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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七位鮮肉已經在我們後面的一字排開了 想要問一下梅妮老師在改造過程中誰是最困難的 我以為最簡單是他 晏平 最簡單我以為是他 因為他本人來的時候就是 就怎麼那麼爽 後來還知道他本來以前是游泳隊的 哦 因為他的臉看起來是感覺文青型的 沒想到是肌肉男 對就是金剛barbee 哈哈哈 金剛barbee 你是barbee啊 barbee 書生感 對所以我們今天本來一開始是比較小的尺寸 我就臨時改了比較大的 哦 然後原本我接到的訊息是 有味要露肌肉 嗯 然後我就很期待他可能是個壯漢 結果沒想到就本來是一個 金輝煌 然後又是很精壯性的 我是希望他們看起來就是有一點點 有在關注時尚品味的一些學生 哦 他的背景可能就是演比較 家境比較好嗎 哈哈 然後 富家公子哥 富家公子哥 乾杯 就幫他準備裡面就是比較設計感的背形 領帶的話就是把它塞進去 就感覺有點發達 然後我覺得男生戴背貌很可愛 然後這個是一個韓國的筆牌 跟韓國的眼鏡 我覺得整體感覺就是 他的話就是細節稍微多一點點 對然後這個的背形 也是感覺不是一般的背形 就是也是有設計感 一些就是壯色啊 抽搐這樣 嗯 哲月軒 本人感覺就是 欸 蠻 就是蠻陽光的 大男孩 對對對 然後又有點掃包 他又有穿耳洞 哈哈哈哈 我就給他一些比較設計感的 襯衫又不會改變他原本的製品 封衣的部分就是比較可以玩 那我就希望封衣可以有點層次 對 真的有衣服都是那種短袖 跟長袖的就是夾兩件 我就希望他的層次感就像這樣 然後他的話 我就給他比較Gay by的紅色脫衣 因為他就是可以駕馭這種 對 這個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駕馭的 他現在都可以駕馭 對 好 我們請下劉靖 我就是算是給他 就是感覺比較學院風的毛衣 可是他其實顏色的部分 壯色也是跟他原本的膚色比較搭 他有一種會族感耶 今天 對 所以他適合比較厚棒的毛衣 都是高個組的 對 這個應該執行上有些困難吧 因為畢竟個子比較高 兩個槍 然後因為他背景 他的角色就是籃球隊 所以我裡面就是把他搭的就是 喔 球衣 球衣的背心 然後外套的話就是 其實從幾年前就開始流行的 工裝背心 就比較 凹豆的感覺 就很像DT Gold的奧服 對 然後他的話 因為他身高真的比較高 但我又希望他可以穿的 稍微再深色一點點 所以我裡面是給他選擇 是比較比較學生會跳的選擇的襯衫 牙皮封的感覺 對 然後跟那個牛仔夾克 都很好看 那他們要趕快準備要去彩排了 我們等等 見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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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